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3月21日星期二 昨天就知道这个瑞银 去救瑞讯 好像有好消息之后 虽然港股跌了五百多点 但是美股好像真的好样了 其实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发觉一件事 似乎以前低息环境中了很多祸根 很多人反大了 现在外面有很多财演或者大师在说 其实美国小型银行爆煲只是一个开始 其实呢 无论美国无论欧洲 周围 其实很多地方的银行金融机构是玩大了的 嗯 当然我们小市民不知谁玩大了 但是拜登、耶伶或者欧洲政府就应该知道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究竟他们会不会是一个金融战争呢? 何志哥 我也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美国佬想弄死欧洲路 是 我中美争霸那边直接说 就是要 最终目标是要欧元瓦解 做不做到另一回事啊 目标应该是这样的 是 是 不过 刚刚见到美国佬想大赦白化这个瑞讯 谁知道瑞士倾国之力啊 资助啊 UBS都是瑞银去救 那我真的未分到美国佬赢还是瑞士佬赢了 是 总之美国佬就很想去死的 我觉得 那背后究竟有多少个这类的小型银行 中型银行在后面呢? 那 现在看来呢 走到这里呢 今晚金融市场的情况 就比较安稳一些了 但是 未必表示是一定解决的事情 嗯 可以静一会儿又再爆其他东西 是 所以现在变成个个VN都很不空了 大家不知道 特别是找星期六 星期五来擠题 星期六就说要救了 是不是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那我们来看看CNN专业 UBS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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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讲的,0.76个瑞士法郎 用这个价格,但是星期五晚在做1.86 无形中一个周末股价是跌六成 跌完六七成,再跌六成 即是没有了,即是没有钱 那我们看看那两幅图吧,CS 我刚才揭露出来 现在版面也跌了53个% 哇,这张图很精彩 不要忘记,2022年1月这只股票值10元 现在十分一都没有,对吧 本来是吃10元的,现在变豪股 是的,那今年应该有三个多的 即是年初的时候 现在只剩下三分一都没有 那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第二大的瑞士银行 这个瑞士啊,大佬 搞成这样 那今晚就在这些位置 另外一只股价 另外一只是UBS的股价 原本今天早上也跌了 不是,它的走势 其实有股价,你可不觉得 UBS的走势 在2022年最高位的时候值20元 是吧 插过去14元 即是跌了三分一 维持这个位置 2023年初 就抽上去20多元了 OK 那不要忘记就是 现在他们用的收购方式 我没有记错 一股换24股的credit sures 一股是UBS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UBS的股价高一点 轻的时候是容易轻一点 那我容易以换股形式去买credit sures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走势是很特别的 你2023年做了一个高位 然后卸下来 然后一公布 说是这样的收购 就是插一插位 就立即养回到18元那边 就是保持股价 然后呢 就是买credit sures OK 那这件事可能会 今晚平静一点 你看到有反弹 那我们看看美国那边 美国那边的 first republic's brand 都很丑样的 哈哈 其实仍然是有暗涌的 纵然今晚呢 那些大的 金融股 在美国那边 其实是涨的 涨4-5% 但是 但是其实 那些 small 那些 regional bank 似乎都 有一些 所以 现在很难说 现在 银行不行的时候 真是 我想 你和我都睡着觉 但是很多有钱人 睡不着觉 对不对 你想想 要不要把钱捧到安全的地方 对不对 想想他 这些小银行就租秧了 就算是first report 也不太坏 但是其他小银行都会被他传染 换句话来说 很大机会是大银行 食食银行 是 只剩下那4间 是啊 不算投降那4间 是啊 那23号联储局议息 怎样呢 爆山 今天我看到何宝 接出来 Sky Finance 是 是 他很诗意 作了一首诗 何志光麻烦你 加息未折身先死 徒使一银行累满耕 是 他里面说什么 听不及了 哎 我都是说 因为他这个六分钟 六分钟就是非会员听的 你听完要给钱了 我没给了 那 加息未折身先死 即是 现在爆山 究竟 够不够吉士加呢 还是加呢 如果加 就正如你所说 美国用息口 就可以 各全世界银行的韭菜 继续追杀你 瑞士佬 瑞士佬 欧洲佬 不过要先杀自己的regional bank OK 即是毒死自己里面的小户 然后毒死外面的大户 看看他能不能够这样做 不是他可以一边注资一边叫大银行吞拼他们的 啊 得得两手 就是他这样加完息 迫到自己的银行 如果有些不行 就 注了些钱 什么BTFB 这样 注了些钱进去 然后 说你还行都不行 给大银行吞拼了就算了 是啊 那一家便宜两家便宜 还是 不断加回0.25体 看看环境是怎么 施育手呢 但无论怎么做 其实 一大堆的金融机构 即是你看到Credit Schuers的结果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一大堆的金融机构 就大了 如果 如果 在低息环境里面很多金融机构本身 其实 都有资源的挫配 都有大杠杆的 那就真是 一路玩下去就会一路死了 ok 我想都不容易避免 所以 未来的时间 我想整个投资市场 的玩法会不同 然后 韩志光 美国那边就这样 香港那边我们看一看 香港那边 就已经10分钟了 我们看一点 看ADR还是 我们看看今天下跌什么 好 二十大 二十大 OK 那跌了五百多点 首先 盈富基金 就一个月低位 阿里巴巴3个月低位,穿了80元,下面中怡童都动了,4%跌了 重要的就是汇丰跌6%,我们这边没问题,为什么汇丰会这么惨? 接着友邦要跌4%,应该就是我们对美洲和欧洲的火热,为什么港股会这样? 我们看看汇丰那幅图吧,何志光,建元59元是急拆的 如果你看这个渣打,就插得更坚,是不是? 究竟什么原因呢?有几个可能性的,可能就是 现在欧洲美国银行出事,会不会有些大型基金持续港股? 他们需要处理一些熟回,甚至基金倒闭,金融机构要关闭 所以要把股票扔出来,会不会是这样呢? 香港这边当然是汇丰,700那些,这是其中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会不会我们香港这边的银行都… 可能有些高风险的债券,或者是已经有些债券亏损了,会不会是这样呢? 不知道啊,总之一系列的香港银行走势是不好的 也可能是跟香港地产有关的,不知道啊 那你见到汇丰这个呢,就好像做了半个圆形似的 嗯 那,太坚了,这种走势 就是,总之是38元那边,不要穿了,OK? 那就,我们去隔壁了,那11号来看看 那11号,恒新战令我惊讶 很差啊 这个是八年图来的啊 如果穿了零八这些位,就是八年的低位啊 这十年,这八年来买恒新的人全部都… 都糟糕啊,如果是这样啊 那,恒新和近期的金融银机,有关系什么?没有啊 那我反而是担心,会不会是恒大债啊,内房债啊 或者是香港那个楼市问题啊,就是那些啊 嗯 一系列的香港的银行股都是不理想啊,OK? 那,何志刚,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那,喂,遲些找一节我们… 我们讲一下这些金融股啊,那些啊,OK? 再谈一下,不是投资意见 纯粹,吹水啊,OK? 好,拜拜